基隆外木深海星泳池外海掀起震震长浪 海浪拍打岸边发出震耳的声响 但游泳池还没有因为台风关闭 常年在此乘泳的泳客趁着台风来临前 选择在安全的小池潜水区游泳运动 我们说过时不过流去才会让我们铸 对吧 对 这边最安全啊 这边比较安全啊 最安全就最安全啊 对啊 基隆潮池公园强浪不断拍打 但有钓客还是来到这里顶着墙风拿着鱼竿 走在岩石上准备要钓鱼 十几分钟后海水几乎将岩石淹没 看来相当惊险 八斗子鱼港则是两样情 随着风浪逐渐增强中 船家纷纷进行防台工作 将渔船牢牢绑在岸边 康瑞台风脚步逼近 宜兰风域也开始增强 靠天吃饭的龟山斗上金船 进港避风 渔工冒着雨用绳索将船只绑紧 苏澳港边也满满都是进港避风的渔船 隔了三四个月才回到苏澳港的远洋船家 一刻不得闲 保好船只做防台准备 要跑到那边没办法 里面都港港口 港港港的口都塞满了 里面空空都外面塞满了船进不去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了 其实此时此刻你可以看到 整个苏澳这边的风雨状况 是越来越明显了 好 如果从中央相署的资料显示来看的话 最大阵风已经出现六级的一个强阵风 宜兰头城居民看海景点情人湾风雨陆续来 当地居民底早将工僚包好防雨 沿海刮起三到四米高的浪 海巡人员开车来回巡视岸边确保安全 随着康瑞台风逐渐靠近 民众加快脚步做好防台 避免造成更多损失 东西新闻红泽瑞 旅国宝带志坚 基隆宜兰兰报道